哈囉大家好 今天呢我就想說我要來做一期 我從來都沒有做過的主題就是 護膚分享 現在的我呢也慢入了二開頭 以前的我就是高中還有剛上大學的時候 我真的是沒有怎麼在保養皮膚 就知道了有一次我一個朋友他來我的宿舍住 他洗完澡的時候他就說 我有沒有什麼護膚品可以給他擦的 就是我是一個非常三分鐘熱度的人 就是我可能剛買了一樣東西 很勤奮的去用 但是時間一久了呢我就是沒有怎麼在用 然後那時候我的保養品好像就只有一個 那種化妝水 那時候我洗完澡 洗完臉我就是只塗化妝水然後就去睡覺 有時候如果比較勤奮一點 會再上一個那種乳液 可是那個乳液也不是說是特別針對臉的 只是因為就是比較滋潤一個 我就把它拿來塗臉 後來我的朋友他就覺得我很誇張 他就建議我說我也可以先從最基礎的什麼 保養開始做淺 自從那個時候我就開始有在慢慢研究護膚品 待會要介紹的所有產品都是我自己 上網爬了很多文去挑選的 還有我親自試用過後然後我才分享出來的 我挑的很多的產品都是屬於那種小眾品牌 現在除了大家知道那些大牌的保養品之外 其實現在也多了很多新興的小眾品牌 我覺得反而是現在比較多的新興的這種小眾品牌 他們會更在意成分還有功效之類的東西 做的還蠻不錯的我覺得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就可以繼續往下面看 第一個要介紹的是滋生糖的紅腰紫精華 是這一個 滋生糖對於大家來說應該是一個不太陌生的大牌吧 口杯子都還蠻好的 然後他的質地是這種擠在手上 是比較有點算是稠的吧我覺得 可是他上臉之後他一點都不會黏 反而我覺得塗上去還蠻清爽 我覺得還蠻適合夏天使用 現在也慢慢的變熱了嘛 就是現在應該快要春天了 再切下去就夏天了嘛 我覺得就很適合春夏的季節去使用 我自己本身是一個超級大乾肌 就是乾到不行的那一種 尤其是冬天我聽一支部位會超乾的 就是剛冬天的時候鼻子還會脫皮 然後現在慢慢的要春天了嘛 就是變成現在只有額頭會脫皮 他對於我來說如果我洗澡只擔用這個精華的話 保濕能力還是不太夠的 所以我還會再搭配其他的精華一起使用 因為我皮膚真的是超級乾 認識的人應該都知道 我皮膚真的是超級無敵的乾 我覺得臉上是還好 但是我的腳是真的是超級無敵乾的那一種 就是會好像很多人都這樣 就會就是冬天的時候腳都會有一塊一塊一塊的 就是那種很乾 然後第二款是我自己目前用過最多次的一個護膚品 Sarah Chapman 的熬夜神油 這個牌子是一個英國的小眾品牌 當初知道這一款產品的時候 我就有上小紅書查了很多 畢竟我覺得它的名字就很吸引我 是因為就是熬夜神油 熬夜對於我來說就是很常我在做的事情 然後我一查我就會覺得驚為天人 它就是很適合我 為什麼會說我非常經常的用到它 是因為 為什麼說我是最常用到它的原因 就是因為大家應該知道就是 之前期末考幾乎都是天天熬夜 而且那個熬夜真的是熬到半夜兩三點都在讀書的那一種 雖然現在沒有在期末考 但是假期呢感覺不熬夜就是對不起放假這件事情 所以我假期的時候還是一樣天天的熬夜 到了現在我也是在每天都在熬夜 然後每次只要很晚睡的時候 我就會想說今天用一下 因為今天有熬夜就熬夜神油一下 幾乎每天都在用 這一款我真的跟大家刮保證 我覺得是超級無敵的好用 它的質地是這種 擠出來是黃黃的然後它是 因為它是油嘛 所以我覺得它就是會比較油一點 其實上臉之後還是油的 但是它吸收很快 你長期熬夜的話其實你的皮膚就會很容易暗沉跟發黃 暗沉跟發黃這個問題其實困擾我還蠻久的 是因為本身就不是一個皮膚很白的人 不是那種冷白皮的那種皮膚 這個影片的我的膚色不是我本人的膚色 因為這個相機大家都知道Canon的美顏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很讚歎它這個美顏 可以讓我的皮膚看起來這麼的白這麼的好 我通常都是前一天熬夜的時候 然後我就會用 其實我一個禮拜七天有大概有五六天都在熬夜 所以我一個禮拜就是用了很多次 那當然不可能一用你就見笑說隔天馬上不暗沉不發黃 但是我覺得是長期下來它就有改善我臉上的發黃跟暗沉 就是會有做到一種提亮的效果 就不會再那麼的暗沉 就是氣色會看起來比較好 但是畢竟護膚品這種東西只是輔助 如果你想要真的皮膚很好的話 大家還是好好睡覺吧 然後第三個是一個精華 它是一個叫做One One One Skin的品牌 它算是一個保障的小眾品牌 之前我很常在刷小紅書的時候 刷到他們這個品牌的精華 但是因為我之前一直沒有在涉略精華這種保養品 這一次就很開心能夠選到這一款精華 然後這一款精華主打的是一個美白的效果 跟大家分享一個故事好了 就是我之前呢是一個非常熱愛追求美白這件事情的一個人 因為我不是前面有說過不是皮膚很白的那種 我是有點狂皮 之前高中的時候 我的高中同學應該都知道就是高中有一陣子 我們就是非常的熱愛參加戶外的活動 就是去爬山就是我們很常跑去東部的台灣 然後去那邊花蓮依賴爬山然後去那種海邊 然後去花蓮就是瘋狂的曝曬太陽 所以高中有一段時間夏天 我高中同學應該都知道那陣子我真的是曬得超級無敵黑 那時候我沒有在什麼注重防曬這件事情 就是什麼打陽傘擦防曬爐 我那時候都沒有擦然後就跟著他們去爬山去海邊 然後就是真的是曬得霧氣麻黑那一種 我記得我就上網查了很多美白的東西 就是那時候不是很多人推什麼尼威亞的美白乳液 還有一個粉紅色那一罐我忘記叫什麼名字的那個美白乳液 那兩個就是那時候很火就是很多人說那個很有用 但是呢我用了之後沒有什麼太大的效果 所以那時候其實我就認清自己說我是不可能黃皮沒辦法變成冷白皮的那種膚色 後來其實我就放棄追求美白這件事 這款美白精華大概算是我高中之後到現在 其實我期間真的沒有再買過任何的美白的產品 因為我有說我就是放棄追求美白 然後這一次剛好收到這個精華 美白也是不可能一下子就你用了什麼東西就突然變白那種 除非你去打針你去醫美的那一種才有可能一夕之間你真的突然變白 這一款精華是我收到之後我就很想要嘗試說 它的美白效果到底怎麼樣 那時候我就持續大概用了一兩週的時間 我覺得雖然說還是沒有到會是那種很明顯的變白 就是皮膚有慢慢的變得比較亮跟白皙一點嗎 就是我也不會形容那個感覺就是它變得比較透亮 所以呢我自己給自己的願望就是 希望我持續用下去我的粉底液的顏色可以再用更白的一個色解 對 這就是我給自己的期許 之後我應該也是會一直持續使用 如果真的很有效的話我會再寫一個測評 可能放在我的小紅書的帳號吧 大家有興趣想要美白或者是跟我一樣就是皮膚不是那種天生白的那一種 的話你們可以去看看我之後的心得測評吧 對 然後第四個也是一款精華是這個NEO的補水精華 我知道NEO的這個品牌了之後我也是上網爬了很多的紋 我發現它就是他們家做了很多很多很多款的精華 然後她的這一款精華是比較有名的補水精華 她這一款精華它是黃色的精華 黃色的精華 然後她質地也是這種 這款他們家的精華這一款也吸收得非常非常的快 上臉之後 然後我有上網查說就是她這一款精華 你最好是不要放在會照射到太陽的地方 她說你要放在那種陰涼處保存 所以如果有買這款精華的話 你可能要特別注意就是保存的這一個上面的事情 我前面也有說我是一個超級無敵的大乾肌 然後之前高中我不是以為這樣子很樂中於美白嗎 上網搜了很多關於美白的資訊 然後也有人說美白其實沒有那麼重要重要的 還是做好保濕補水這件事情 如果你保濕補水做好的話 其實你就會慢慢的變白 但用這款精華對我來說保濕跟補水還是不太夠的 所以我就會把它跟其他的精華混在一起去使用 就是我有說我是那種超級大乾肌 我是那種上了粉底液之後 我的額頭跟鼻子這一塊會就是瘋狂的大起皮 我用這款精華我會把它跟其他的精華混在一起 真的是從此之後我化妝真的是告別了起皮這件事情 反正這兩個精華加在一起就是 我真的覺得太厲害了 所以呢我覺得如果你也是乾肌新人的話 你可以過入這一款精華 真的是我覺得是乾肌新人的大救星 因為我自己本身也是超級無敵的大乾肌 但是我覺得這款是真的改善我很多起皮的問題 然後精華的部分就已經結束了 現在我們要準備進入清潔面膜的部分 然後第五個我要介紹的是這一個 菲洛家的十全大補的面膜 菲洛家也是我之前很常在小紅豬上面刷到的 複複品的品牌 我是真的超級愛刷小紅豬 就是小紅豬看保養品看化妝品看穿搭看衣服 就是什麼都可以看啊 然後他們品牌也算是專業做醫美的品牌 我自己目前都是習慣是一週用一次那種清潔的面膜 然後再用一次那種保濕的面膜 這一款是屬於那種保濕的面膜 它的使用方法是你在洗完澡之後你洗完臉 你把臉擦乾然後你可以噴一個噴霧或者是爽膚水 然後你就可以上這個面膜 然後你要用那種化妝棉把你那個面膜的那個擦掉 然後再去洗 這個是我在網路上查到說它的正確使用方法 這款面膜目前是用過一兩次 所以我好像也沒有辦法跟大家分享一個長期的效果 但是我用完這個我洗完臉之後 我覺得都有做到一個就是提亮的效果 之後應該我也會長期的使用 一樣放在我的小紅豬給大家做後續的測評跟分享 然後第六個 被我弄髒了 這個牌子我覺得有點難捏 我是剛剛上網查 所以如果我念錯的話大家不要怪我 好像是獨桌 它是一個匈牙利的品牌 我之前在用的清潔面膜是這個 叫做馬鈴狗子的清潔面膜 也是那時候我看我一個很喜歡的博主推薦的 然後我是跟他的淘寶店買的 這個其實沒有到很貴 然後但是這個呢就是比較算是有點偏中高價位 我覺得真的是便宜的東西跟貴的東西 用起來還是有點差距的 它特別的是它的這個 它的這個清潔面膜的質地是 感覺裡面是有一點礦物質的嗎 然後我給大家看一下 而且它有一個神奇的味道 可能是薄荷的味道吧還是什麼味道 反正就是一個還蠻神奇的味道我也不會形容 敷在手上是這種 灰色的這個 然後感覺裡面有一點點那種礦物質 還有一點那種顆粒的東西 這款面膜剛上臉的時候 我會覺得有一點那種刺痛的感覺 雖然說用這一款也會 就是在它起泡泡的時候會有一點刺痛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可能是因為我的皮膚真的太乾 所以就會比較敏感一點 但是過一下子刺痛的感覺就已經消失了 然後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這款面膜敷上去臉真的是超級無敵涼的那一種 就是我感覺會很適合夏天天氣熱的時候 用這個應該會很爽 這款面膜我一般會在鼻翼兩側 我會做一個後膚的動作 就是女生應該都知道 因為就是鼻翼兩側會比較多的那些髒髒的東西 黑頭還是什麼粉刺嘛 對所以我就會再做一個後膚的動作 最讓我感嘆的就是我後膚之後我洗掉 就是鼻翼兩側這邊會變得 超級無敵的乾淨 自己親自使用過後我自己的心得 我覺得這款面膜是我自己用完之後 我會再去回購的面膜之一 因為我有說我一週會做一次的清潔面膜 跟一次的保濕面膜 我覺得這款清潔面膜 雖然是我目前用過下來 我覺得最好用的吧 雖然說我目前清潔面膜 也只有用過這一個品牌的清潔面膜 反正我覺得它敷完就是兩個字 就是清爽 最後一個面膜是一個保濕的面膜 然後這個牌子也是我自己想要購入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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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非常非常久的一個品牌 但是因為它的價格其實我一直都不太 就是不太捨得入手 就是這個香提卡的 然後這一款是香提卡的花顏面膜 其實香提卡最火的面膜不是這個花顏面膜 它最火的那個面膜是一個叫做鑽石面膜 但是因為這次我挑的是這個花顏的面膜 這款花顏面膜的功效主要是在做保濕跟補水 我覺得對我來說好像是比較適合我的肌膚 它算是那種比較急救性的面膜 這個牌子的面膜我自己也是期待了非常非常久 用完之後呢我自己也是非常感嘆 就是我覺得它的保濕舒緩效果做得很好 雖然說這款面膜用在於我臉上也是 像剛剛那個清潔面膜一樣會有一個刺痛的感覺 但是那個刺痛感覺不會持續太久 我只能說可能是因為我的皮膚是真的太乾了 敷完這款面膜之後我去洗掉 我的皮膚是真的變成超級光滑跟很嫩 反正我覺得就是不愧是香提卡吧 然後用完這款面膜我第二天上妝也是整個 就是服貼到不行就是妝容很服貼 大家如果有預算的話 你也可以購入這款面膜 如果有用過鑽石面膜的姐妹們 如果你們有用過的話也可以跟我說 鑽石面膜到底好不好用 我覺得我應該之後還是想要入手看看鑽石面膜 因為我覺得花顏面膜 我就覺得它的表現很優秀了 所以我也會想入入看最火的那個鑽石面膜 然後呢今天的護膚品的分享就到這邊結束了 今天介紹的所有的產品都可以在 Lukefantastic這個網站上面購買到 他們家是一個南瓜品牌非常全面的一個品牌 裡面除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大牌之外 有很多新興的小眾品牌 就是目前現在也是做的功效很好的那些小眾品牌 雖然說這一期的影片是一個合作的影片 但是剛剛大家看到的所有的產品都是我自己上網 趴了很多很多文 還有我自己親自使用過後我才分享出來的 我是真的很開心可以收到這一次的合作 就是我可以去使用這麼多我之前都沒有用過的護膚品 當然就是很幸運可以收到這麼多的產品 然後我可以親自使用 然後我也想要分享給大家 他們也有給了我的觀眾很多的專屬優惠 詳細情況呢我就會把它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們也可以看一下下方資訊欄的資訊 然後看自己的需要 或者是你們可以上網也去像我那時候一樣看了很多的測評 然後再決定要不要購買 如果要購買的話也可以使用我的那些專屬優惠 最後就是希望你們喜歡這一支影片 然後我們下一支影片再見吧 掰掰